原标题 格伦比亚是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盟友,曾向委内瑞拉军人承诺,只要他们离开军队,到达格伦比亚,就给他们每人2万美元的回报。 帕德里诺在委内瑞拉政府网站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称,他们已经确认有一百多名国民卫队成员离队前往格伦比亚。 他称,这些辩解者的人数并不算多,委内瑞拉国民卫队,少了这一百余名逃兵,也不是什么灾难,不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准备程度。 他还表示,这些辩解者到了哥伦比亚,也绝对领不到那2万美元,所谓的报酬都是伙子的。 当天,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塞妙尔蒙塔达称,美国正在对委内瑞拉的叛逃者进行武装,向建立一支所谓的自由军,对委内瑞拉实施侵略。 他还称,美国正在炮制一份有关委内瑞拉叛逃者的报告,企图伪造人数,给建立这样一支武装找借口。 本周早些时候,哥伦比亚移民局称,越过各位边境,进入哥伦比亚境内的伪军神人数,已经超过320人。 委内瑞拉Analytical网站援引哥伦比亚移民局的消息称,委内瑞拉逃兵人数达到567人。 此前,美国起草的要求,对委内瑞拉实施新一轮国际制裁的联合国安利会议案,已失败告终。 委内瑞拉外交不禁欢呼称,这是和平的胜利,保卫主权的胜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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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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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